这是一台功能看似正常的打包机 拉带正常 但容积按钮却完全沉没了 但真正的悬案是面板上没有显示任何故障吗 一般来说 这种容积故障系统都会跳出故障吗 就像我们之前处理过的其他通行机一样 但这一次系统认为一切正常 这代表问题不在大脑控制版 而在神经线路 深入调查 揭露惊人内幕 拆开机器 我们立刻找到了答案 这就是非专业维修留下的不定时炸弹 看到吗 用绝缘交代随意包袱 这种粗糙的手法 正是导致线路接触不良 讯号中断 让系统无法判读故障码的主因 接着继续我们进一步拆解 没想到又有惊人发现 这种特规的开关塑料件 也因为不当的蛮力所顾 而永久损伤 这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成本浪费 进行深入诊断 线路复解 检查马达排线 为何要重新解线 我们不止修复 也会探讨造成的原因 好当成教育新人的案例 操作面板排线接点 以损伤 更换新品 才能确保讯号传输的稳定 面板外照连接处有裂痕 因不影响功能 但会提醒客户小心使用 完修初步测试 解决及更换掉故障问题点后 进行初步功能检测 磨带功能 已恢复正常状态 我们的职责 是彻底根治问题 而不是暂时包扎 我们将所有受损陷落 依照原厂规范 重新修复 以及绝缘处理 并进行完整的内部清准 与校正 完美交付 现场验收 将性能标准 恢复到100% 这才是我们坚持的原厂级维修 我们坚持的 不只有性能恢复 将机器状态 调整到适合现场作业规范 这也是我们的SOP流程 机器修复好 降低在故障的几率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你有平凡维修 或类似的情况 欢迎随时找我们聊聊 原厂级维修 敢让你看到 性能标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